向甲常规赛第一阶段收官大战 由红方外星人王天一对阵黑方象棋大师黄竹峰 王天一非常罕见的选择了孤弓炮 黑方选择跳马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出狙 红方此时选择缓开狙 先挺骑兵 黑方挺足 红方马八进骑之后 黑方上编马 此时王天一下的非常稳健 选择飞向 黑方平炮 准备威胁红方七路马 红方顺势外马封狙 黑方选择横居 必然将来走居一平寺捉炮 所以红方先补一个市固防 给炮升根 此时黑方还是选择居一平寺 红方挺起边兵 将来从边路打开缺口 也为九路居的出洞埋下伏笔 此时黑方选择进居 准备平居抓双 是争先的好骑 红方这里赶快选择跳马 咬住对方的三路炮 这种骑黑方都要躲 如果被红方的马 把炮换掉 弹子炮被破坏以后 边兵冲过来 边马是很危险的 所以黑方选择先躲一手 红方此时抬起横居 黑方平居抓炮 天一特大并没有选择常规的思路 选择躲炮 而是走了一个炮八退二 吓得非常有想象力 这个局面下 应该说黑方形势已经不错 我们观察一下棋盘 黑方占据空间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 这里红方可以利用空间上的优势 抓紧向前突破 取得更大的利益 这里可以考虑直接越马上来 那么如果红方走一个平炮 黑方就强行吃一个东西 捞一些物质 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 那么这个局面下 黄珠峰大师还是吓得有些稳健 毕竟对面是外星人 这里走了一个进炮 应该说风鞠用处不是特别的大 鞠炮也被红方所牵制 这里王天一先不动声色 走一个平炮 先稳住局势 黑方此时飞向 红方挺起冰冰 那么这个局面下 黑方实战走了炮三平一 应该说效果并不理想 进个拆解 这个棋考虑把炮拉到六路 还是不错的下方 平到六路比较机动灵活 将来不是故防 也是非常的稳固 那么这个炮 无论是防守 还是将来 插向眼去进攻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有力武器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炮三平一 那么放在边上 应该说用处不是很明显 因为本来这个兵 已经给马伸根 也没有起到抢先手的作用 此时天衣特大 走了一个居酒禁四 那么这个下方 应该说也是非常的新颖 把局抬起之后 随时准备弃兵 再兵三进一 应该说 故事非常的巧妙 走到这里黑方 捕饰故防 黄珠峰大师 在有优势的时候 没有选择积极的进取 依然是稳稳的去防守 应该说 有的时候还是错过了一些机会 那下到这里 天衣特大 一看准备工作做差不多了 就选择了兵器进一 直接冲过去 把这个兵送给你 你吃掉之后 红方进马登炮 抢一个先手 那现在呢 黑方赶快退一哨 继续保持炮呢 对兵兵的威慑力 这样呢 这个兵啊 暂时不会威胁到黑马 红方呢 果断去把把马退回来 那么这个马退回之后啊 有两个炮作为一个掩护 应该说呢 位置极佳 将来呢 准备随时去卧槽 黑方啊 感觉很害怕 赶快拱足 不让红方马流进四 那走到这里呢 红方就兵三进一 红方呢 慢慢的把自己的子力啊 调度到空间的中心位置 应该说呢 已经是逐步确立了优势 这个局面下啊 黑方赶快马迹进五 应该说呢 还是不错 那么红方 如果你拱我黑方的马呢 跳到一个很好的位置上 你现在想进攻我的马呢 方法也不多 也不容易 因此啊 在这个局面下呢 跳出马可能是更好的下法 黑方此时全能拱过来 被红方平居吃足 那么黑方的马呢 就不晓得难受了 应该来讲 还是马七进六 可能更为的理想一点 那么马七进六 红方如果平居顶 黑方可以进居 去给这个马守住 红方以下 可能会考虑兵五进一 因为如果你这个足吃过来呢 我就先把你吃掉 那么将来红方马流进四 应该说呢 还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但黑方啊 有一个马一进三 可以正好把这个中足呢 给看住 红方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去进取 虽然说这个棋啊 红方也是略好一些 但黑方呢 还是可以抗衡 这个马跳起来 把中足护住 还踩着红方的兵 应该说呢 黑方啊 还有一战之力 那么实战当中 这个棋 黑方选择马骑进五 那局势呢 就更加的恶化了 这里天一特大呢 选择居三剑一捉 黑方把马往上一跳 红方进兵再来一个先手啊 这个先手太多了 不断的呢 向前推进 黑方此时把马退扩到原位 那这个马炮啊 基本上属于废子一样 战时呢 已经使不上任何的力气 那天一特大呢 这里也是功不忘手 下得非常的紧臭合理 飞向 进向呢 把这个马顶住 那不让黑方的马呢 将来有突袭卧槽的可能 走到这个局面下啊 我感觉黄珠峰大师呢 似乎已经是放弃了抵抗 实战当中呢 拱了一个鞭卒 不知道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实战当中 这个棋呢 如果走了炮一进一 应该说呢 还能去支撑一下 这个炮抬起来呢 主要的目的啊 是看住卧槽的点位 那么如果红荒 还是按原计划呢 停炮 当然了这里啊 飞高向顶马呢 还有一个作用啊 就是准备驾中炮 天一特大呢 很多时候会选择 飞一个高向 那么将来呢 把炮立过来呢 去驾中炮 那么下到这儿啊 黑方呢 因为有一个炮呢 看住了卧槽的位置 黑方就可以充足了 那如果你打呢 我就把炮给你换掉啊 这样呢 由于啊 我有一个下落的炮 你红方的马呢 如果跳进去啊 我并不是怕你啊 这个棋呢 你并不是一个先手 我可以直接充足冲下来啊 跟你去对拼 因为你这边莫槽呢 没有 没有将军啊 有个炮在这里啊 所以说呢 这部台炮 还是非常的必要的 实战当中 走到这里呢 黄珠峰大师啊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 已经放弃了 选择了一个拱编族 非常的诡异啊 这部棋呢 与全局没有什么益处 那么红方呢 就平中炮了 现在你在拱足啊 就来不及了 那我跳进去呢 直接要卧槽了 这个卧槽 也是个绝对的先手 吃马也是个先手 那黑方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现在不能拱中足 实战黄珠峰呢 就选择居二平四 那么红方呢 直接打掉 这里你吃我的马 我也根本不怕 你吃我的马 我吃你的炮啊 如果你吃我 我就吃你这个 吃你的八路炮 吃你的鞠 又是一个先手 你又不敢吃 吃了我下底沙棋 那么你躲就 把你相奸马也吃了 黑方直接就丢死 这个棋就完了 所以说呢 现在吃马又不行 黄珠峰此时呢 选择了退炮 那么王天一呢 就居一平二 把这个黑方的居炮啊 给牵住了 那走到这儿呢 其实啊 已经不行了啊 黑方无论走啥也不行了 实战当中黑方呢 也是出了一个老将啊 这棋呢 反正就对付再走一步 那天一特大呢 直接把炮一吃 黄珠峰大师呢 一看啊 大事已续 就投资恩赴了 这盘棋啊 应该说呢 输得非常的快啊 有点匪夷所思 那时候开局当中啊 天一特大呢 开局走得很新颖 但实际上没有 占到太多的便宜啊 中间呢 黑方已经取得了 不错的一个局势 但是黄珠峰大师呢 可能是有些惧怕 还是怎么样啊 在优势的时候呢 没有记忆进取 下得越来越保守 那么这个子力呢 走得越来越偏 结果呢 让红方啊 不断的扩大优势啊 最终呢 王天一呢 在双鞠双马双炮都在的情况下 黑方呢 就投资恩赴了 是非常的惨 那么王天一呢 拿下这盘棋之后 象甲呢 也是取得了惊人的八连胜 第一赛会制 一共八轮 王天一呢 是全部取得了胜利 其中呢 是七盘慢棋取胜 有一盘棋呢 是加赛快棋取胜 这样呢 我们第一阶段结束 象甲的第一阶段 射手王 毫无疑问 是我们的外星人 王天一 恭喜外星人 豪曲 象甲 八连胜 八连鞠双